哈喽 哈喽 老师 陈毅你好陈毅你好 来跟我们所有正在直播间当中 其实已经等待很久的我们奇异果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毅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见到你啊 刚才我跟大家说到了说我们会在弹幕当中让 你看到今天我们所有的奇异果发送的所有的弹幕 你一会儿都可以在这看到 包括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做游戏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做互动的时候 我们的奇异果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进来 好不好 我其实看到今天陈毅穿的这套衣服 是非常特别的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衣服的颜色我非常的喜欢 它这个后面 这个图案设计的特别的好 是 这是我们的太子25周年特别款的一个卫衣啊 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跟你搭 就是很清新 然后很阳光 很帅气的一种感觉 谢谢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我劝到你大家都已经很开心 那今天我相信太子品牌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而今年呢也是我们太子进入到中国的25周年 那陈毅也是在这个太子25周年生日的时候呢 成为了我们的品牌大使 并且来到这里 带大家看我们的太子25周年新媒体艺术展 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要跟我们说一说 太子一般给你的印象 或者说你对太子这个品牌有着什么样的印象 太子嘛就是童年时候就有了 而且童年时候的回忆 而且也是陪着我从小到大的品牌 它从洗衣粉到洗衣液 那么家里也在用它 所以今天也是 就是最近也在用这个太子21深层洁击洗凝珠 那个而且用的时候是非常的方便 它放一颗进去可以洗一桶衣服 看来真的是在使用太子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顺 你看从这个洗衣粉到洗衣液 然后再到我们现在 每个人好像特别是受年轻人喜爱的这个洗衣灵珠 对吧 大家都在使用 我们足以看得出太子的成长和变化 而且也自己特别开心的成为太子品牌大使 是 你看今天还穿着我们的太子25周年的特别款的衣服 特别特别好看 我的也是 对 对 感觉今天就很搭 好 那我知道现在你是在拍新戏《南风之我意》 对不对 然后也是在云南拍摄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奇异果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就是最近比如说你的拍戏动态啊 你的工作生活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最近在拍《南风之我意》嘛 因为天天在拍在云南拍 对 嗯 就那边太阳还挺大 哈哈哈哈 那要做好防晒做好防晒 对对对 那么自己还有几部带播剧 也希望陆续和大家见面 是 我的存货感觉很多 对不对 我们要一步一步跟大家来见面 每一步见的时候跟我们都有精细 这个小程序刚刚下线 但是还会有新的作品跟我们见面 对不对 哎 那今天我们我觉得刚听到这个话以后 我们奇异果当中的事业粉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平时拍戏这么忙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一下 嗯 你 嗯 平时堆积的衣服会多吗 呃 呃 脏衣服 对 哈哈哈 新衣服也行 哈哈 呃 堆积的衣服 哎 蛮多的 啊 但是有时间洗吗 没有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因为其实 嗯 我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拍起戏来很忙 对对对 都会就是说 可能我是好几天就是说 放了很多的衣服 嗯 而且洗的时候也非常的麻烦 浪费时间回去的时候 就是 那么 嗯 对 很多衣服它会比如说有深色啊 有浅色啊 嗯 对 就你要分开洗得洗好几波 对对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肯定就方便了 嗯 对对对 现在洗起来就特别的方便 嗯 用那个太字 洗衣灵珠 洗衣灵珠就是特别的方便 一颗它能洗一桶 而且会帮你 不穿色 哎 护色防穿色 深色显色都可以放在一起洗 特别是我们在冬天 其实你衣服也换得晴 但是冬天的衣服其实是显得很厚重的 对吧 嗯 放进去洗 不好洗 哎 但是有了太字以后 我们就会觉得方便很多 啊 真的挺方便 好像就是 它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可以在一起洗 嗯 然后现在我们也把这个太字的洗衣灵珠也要推荐给大家 包括我们的太字全校洗衣 对吧 而且我有听说就是你在拍琉璃的时候 其实是有换装 有人统计过一个数字是47套造型 嗯 对吗 蛮多的 而且在里面我们看到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的花絮就是 刺缝是花式吐血的 嗯 吐血也比较多 嗯 但是吐血每一次吐的时候 要不就是这个衣服这边 哇 要备好几套 对不对 其实对 吐血还是有点技巧的 要点技巧 因为它不能吐到衣服上 如果吐到衣服上 等于你这条白拍了 哦 嗯 就还挺讲究的 吐血是要有技巧的 就是你得吐的自然 也不能弄脏衣灵 要吐的自然 对 要不然现场也没办法处理 对吧 就再来拍一条 就处理肯定有办法处理 就是很浪费时间 很浪费时间 就很浪费时间 OK 那其实弄脏了我觉得我们也不怕 因为有这个太字二合一 深层洁净洗衣灵珠 它有非常强大的深层洁净力 今天在直播间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 太字二合一 深层洁净洗衣灵珠 21颗两盒装 一套秒杀价是99块9 下单两套 领券响85折 第二套0元 今天大家可以赶紧来下单了 刚才我觉得你说 吐血是要有技巧的 我这边有一个不情之请 台本上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说今天斯凤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就让主持人说 要来跟斯凤学习一下 这个吐血的技巧 想逃吗刚才是往后看 就要跟你学一下吐血 就比如说现在你是斯凤 然后我们俩现在对打 狼腰狼腰对打 然后呢 比如说你打到我来吐个血 你看看你给我纠正一下 你要吐血 我现在吐血 但你要真吐吗 不是 但是得要那个血浆 对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有血浆吗 那你先你先你先跟我试试看 然后我再 就是我打你一下 你吐口血 对对对对 等一下等一下 可能立马就来打了 在这里有点麻烦吗 有 不会不会 我们有太字在现场 那我就用气功给你打 因为我们都是那种无熟练 我都已经缩到墙角了 你也不能打得太狠 这个功力我就用三层 哈哈哈哈 你这样我还挺害怕的 就是你评价一下 我那个吐血的那个感觉 好不好 就是我有可能走演员这条路 哈哈哈哈 好不好 准备好了没有 三层 说三层啊 嗯 3.5层都不行 好不好 3.5层我今天怎么能马上立马 不是这个三这个三层得你自己超感觉了 你私奉的感觉 私奉的感觉 好 来来来来来 来 那个来 3.2.1 Action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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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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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被打死了 你刚才确实两只手三层不是一只手吗 不是这个 我刚刚一样吐可以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导演会说 这个应该是重伤 就可能你可能是起不来 就这样拖着我 吝啸吝啸吝啸 是不是 那如果是三层还有一种是这样的就是憋着 我看你有一个是那个就是 当时好像受鞭心爱什么的时候 就是那个面具丢掉的时候 他打你的时候在蜜镜丢了那个面具 打打打打 你是好像气穴上涌 一下然后 对对对 对不对 刚才我看到一个食物在我旁边也咬 她就这样自己留下来的 对吧 suited对练 是这样子 应该影响是几层呢 这个 我得问那个人给我几层 问一下 反正我完了之后第二天又好了 好 验龙一下 第一天跑好了 你现在在校场 其实还是蛮好玩的 就是拍戏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他这个演技可以打 我觉得挺好的 还蛮自然的 你这个蛮自然挺好的讲的 其实你信念感还蛮强的 就是说你不会受这些的干扰 不会觉得我现在是在我们太子的直播间 我会在太子的片场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 因为你看这里都会有 做演员其实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信念感非常重要 你看看你在综艺节目里舞剑的那一段 信念感也蛮强的 你还在想着音乐呢 所以这一点其实已经做得很好 这边你还是第一次吧 那你已经挺好的 因为他不会受很多的干扰 每一集都在吐血的人肯定了 我第一次吐血的人 今天很圆满 我们可以接下来的流程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我要来 替我们的各位奇异果们问一问 诚意的私服搭配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下你 听说你很爱穿花衬衫 就很多横店的反途 你基本上都是花衬衫配短裤 你要解释一下 就是对花衬衫的喜爱 好像在跟花衬衫过不去了 没有 我觉得这个花衬衫是那个 因为我们开工嘛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嘛 穿着挺方便的 扣子一个 因为就是脱掉之后 穿西服也比较方便 对还有一点就是夏天嘛 心情也会好一点 鲜艳的颜色 就是不影响自己的妆发 对也比较方便 脱起来很方便 那我就想问 花衬衫这么花的颜色 你洗衣服的时候是用 太字 深层接近二二一 深层接近二二一 洗凝竹 有了它以后 就什么颜色都不怕了 对不对 深色浅色我们都把它放在一块洗 这么好用的产品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截屏给大家抽一波福利 给我们奇异果好不好 刚才我跟大家预告过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 首先来 给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请陈毅拿一下 好不好给大家展一下 现在我们陈毅手上这款它的同款 洗衣明珠要给到大家 现在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大家刚刚一直在 一直在刷陈毅 陈毅好帅好帅 然后再刷陈毅充 现在赶紧刷 太字25岁生日快乐 我们马上要截屏抽取奖品了 各位 现在赶紧刷 我们看大家刷起来 太字25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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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开始刷了 你看大家都开始刷了 对对看到了看了 太字25岁生日快乐 对等家都刷起来的时候 一会儿你来喊321 这么大了好多 快吗快吗 这都是奇异果刷的 一会儿你来喊321 我来截5个好不好 好来看看啊 好大家现在都已经刷起来了 来老师给我一个手机的特写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你就倒数321 321 好了 好了 321 走 好嘞 来我们看一下公布一下 刚刚 截屏 第一位是JD维号是2995 第二位是JD维号是5370 第三位是NSE维号是DD 然后呢 第一二三四四四位是成一的雪冤大果 这四位朋友拿到了我们的这四分 但我们应该抽五分嘛 对吧 那我们现在再来抽一分 好不好 刚才我们结到的是四位 就是一般平常的是结五位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这个呃 成一喊321之后 我们就结第一位好不好 好 我们一共结五位 来准备好 321走 好嘞 我们看一下 这一位第一位是成一家的妹妹 你这名字取得不中奖 不行不行 说不过去了 是不是 成一家的妹妹这位朋友啊 是我们第一位 所以这一轮的五位 我们的奇异果已经出来了 今天记得我们的口令全都是太子25岁生日快乐 所以一会儿我跟大家说 我说要刷的时候 赶紧就把太子25岁生日快乐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OK 记得刚才获奖的这五位幸运的奇异果 记得直播结束之后 带ID截图私信我们的太子官方微博的小编 来领取你的洗衣宁珠 没有截到的我们的旗鼓也不要灰心 现在下单 京东大牌秒杀日 太子二合一 深层接近洗衣宁珠 21颗两盒装 一套秒杀价是99块9元 下单两套领券想85折 第二套0元 太子全校洗衣液超值套装16斤 也就是4瓶2000克的洗衣液 一套秒杀127元 买两套打5折 下单之后 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我们陈一刚是刚刚拍的那个拍立得 然后也是刚刚签名的那个照片 记得带两个话题 一个是一如本色一起出色 还有一个是诚意为他过25岁生日 这两个话题晒出 含京东含水印订单截图 发微博 并且来到我们的太子官方微博 我们还将抽取五位粉丝 赠送陈一亲笔签名拍立得的照片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 今天其实你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带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太子这个新媒体艺术展 对不对 好 在这要再次跟大家来说 感兴趣的奇异果 今天我们陈一伙会带着我们去打卡 这里面的各个角落 那在11号也就是后天 记得公众开放日 可以来打卡我们的成益同款的一个打卡照片 那么现在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一走 好不好 好 跟我来吧 好会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 其实这个镜头可以给到两边 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时空隧道 你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有不同的年份的 你看这是2018年 那是2015 你看2015 然后我们刚走过来的时候 还有1998 1995 你会看到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产品 包括当时你看那边还有郭东林老师 对不对 这个小时候就看到过了 这个 那个是真的是小的时候的记忆 对不对 有太字 没污渍 有太字 没污渍 其实从1995年到2020年这25年的时光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太字的产品 以及每一次的创新 那我们从这25年当中也看到了太字25周年在中国的不断的成长 当然我觉得放在你的身上 我也想请陈一来谈一谈 就是比如说从你出道到现在 你觉得你有什么感悟跟我们分享 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从出道到现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像太字一样 就是坚持 坚持 坚持25年 我觉得还有肯定是把眼前的每一步做好 把眼前每一步做好 就是我也自己个人自己认为就是踏踏实实认认真把每一个角色演好 就是把眼前的做好 我觉得坚持很重要 但坚持的同时不是说坚持就可以了 而是要坚持的去做好每一步 做好每一步 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步 出道到现在你演的这些角色当中 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呢 最喜欢的角色 其实我每一个角色都是自己用心去演的 每个角色也都喜欢 但是自己也是永远期待自己的下一个角色 对没有演过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他你要说的就是你喜欢每一个角色 因为都是你用心去演出来的 用心去塑造出来的 你喜欢每一个 因为他们都是像你用心的去培育出来的一个角色 但是每一个接下来的角色你也很喜欢 因为每一个都是未知 未知也很期待 对吧 每一个都是好像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你永远相信我会坚持的去把它演好 是的 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对未来的一个希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奇迹果 我们也可以期待说 接下来诚意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角色 你看每个带播剧也是让我们很期待的 包括现在在塑造的角色 对不对 是的 好 太字和诚意都是不改的本色 并永远期待下一个闪光和出色的时刻 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有一个小游戏在等待着你了 这个游戏叫做《当然了》 是不是听这个名字还觉得有点懵 《当然了》这个游戏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跟你说每一句话 包括你跟我说每一句话 我们的回答第一句一定是《当然了》 老师你说一句《当然了》 我说一句《当然了》 对 我问你一个问题 比如说 诚意你今天来到我们的太字新媒体艺术展开心吗 当然 当然开心 你就说当然了 不能说开心 对就说当然了一个标准格式 好不好 那我可以说开心吗 不可以 当然了开心 对 也得先说当然了 反正当然是在最前面 对 然后后面你可以再说自己的话 然后你问我说 那主持人你今天见到我你开心吗 我得说当然了 好 那叫蛮简单 就蛮简单 是不是 当然了 在哪里 就蛮简单的 是不是 当然了 当然了 对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情境了 好不好 当然了 当然了 什么都说当然了 对什么都说当然了 就不管什么 你必须先说当然了 好不好 如果说一会儿没有接上来当然了 或者忘了接当然了 我们会有惩罚 什么惩罚 惩罚我先卖个关子 好不好 我们奇异果们也期待一下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看 第一个问题 请问诚意 你喜欢你的粉丝给你做的表情包吗 当然了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你特别喜欢在评论里面看到表情包 对不对 没有是我家里人 他天天拿我的表情包在那里发来发去 你家里人也发呀 就是他不是有那个群吗 发来发去 看到我眼泪的消除了 最近跟我憋的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叫什么 就脑袋上有两个 小天蜑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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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尾巴 小便子 小便子 那 我最近最喜欢的是那个 都喜欢 好几个都喜欢那个 当然了 你看看 在玩 对在玩 在情景当中每一句都要 好不好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各位奇异果 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刷满你的直播表情包 你会很开心 好 当然了 不当然了 对当然了 当然了 好你看 但是那声好啊 大家就得加把劲了今天啊 现在已经开始制作表情包了 好 接下来我问一问 请问诚意你觉得自己是今年夏天最帅的男生吗 这个是 诶诶诶诶 这个是个坑吗 诶 诶 诚意你觉得 你是今年夏天最帅的男生吗 当然了 哦不诚意不是 嗯 我觉得私奉可以算是 私奉是 嗯 当然了 私奉是 对不对 对私奉是 来 接下来这个问题 请问 你平常是不是会为了工作拍戏去减肥和健身 当然了 但老师我怎么没有问过你啊 你可以问我呀 但你还没问呀 我 你好像问了好几个 我又问你 你有发现我赌了很久 是不是 哦对 我像你一直在问我 那你有什么想问 你有没有看我的戏啊 当然了 对 要不然我怎么模仿私奉吐血 好吧 嗯 好可以了哈 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我 我想一想 等一下 那我再问你一个好不好 嗯 嗯 陈毅你觉得奇异果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粉丝 那当然了 嗯 都加了个那 那当然了 哦当然了 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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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那现在如果说陈毅我想给你看一看在评论区当中我们奇异果的留言你想看吗 好啊来 不是当然了吗 不是当然了吗 当然了 哎呦 天呐 来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惩罚好吧 这个游戏 我们现在玩到一个黑洞里面感觉 对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惩罚也 我这游戏真的是不是 其实听起来蛮简单 但是 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 对吧 被你就带保片 而且会忘了问对方的问题 对 当然了 哦当然了 好 反正肯定我是要惩罚了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评论里面大家都在说你太可爱了 你看都在说太可爱了 看到了啊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惩罚我觉得各位奇异果这应该也很开心 接下来啊 我们哎 我不小心把那个惩罚说出来了 我们各位奇异果应该很开心 因为接下来这个惩罚就是请诚意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喝一杯奇异果汁 愿意吗 这个算惩罚吗 惩罚啊 那他愿意吗 你要说当然 当然了 来来来来 给我给我这个好不好 当然了他愿意 好好好 谢谢谢谢 奇异果这真的是有意思 那你也来一杯吗 那我也来一杯吧 那这有两杯 你都已经邀请了 当然了 当然了 奇异果这还蛮好玩 我回去组就 教他们玩 当然了 你要跟我们 当然了 当然了 奇异果 辛苦 好吗 好 当然了 来来来来 不错 很很有营养的 很有营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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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当然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一轮 大家都在说你是 哎呦呦 大家都在说你是石胜人 大家都在说 诚意是石胜人 直接把一杯全部喝完了 来 谢谢 好 这么多 对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跟大家说完了以后 在这边说完 我们就要移步到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打卡点了 刚才这个地方是时光隧道 我们来打卡的时候 我们的公众开放日的时候 各位奇异果 一定要来看一看 好不好 来 接下来我们 当然了 接下来我们就往这边走 来 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到 是我们的魔法试验区 陈奕可以往里面走一走 我们一起看一看 其实这里呢 它展示的是什么 展示的是我们的太兹二合一 深层洁减 洗衣灵珠的 深层洁减 和护色防串色功效的一个CG画面 你看 现在陈奕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镜头里面 置身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有魔法的 有试验的感觉 哇 好棒 探索织物的不同形态 在洗涤过程当中 色彩会碰撞在一起 但是因为有我们的 凝珠护色防串色的科技 使得每一种颜色 各归原味 本色不改 好 这是我们的魔法试验区 挺魔幻的 怎么样感觉 好像挺魔幻的 对 挺魔幻的 感觉有魔法的一种感觉 哇 我们老师现在给你拍的时候 特别像 就在拍那种宣传片的感觉 有没有 有 好 哇 好看 这个镜头好看 来 接下来我们再请诚意 一步到我们的这一边 你看 刚才到完了我们的这个魔法实验区之后 在我们的场中央 这里有个巨大的一个方形的魔方 这个也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艺术展当中 我觉得蛮棒的 或者说一定要来打卡的一个地方 魔方 这个魔方 它是很吸引人的 这是一个三米乘三米的一个剧情魔方 而且是本场展览的一个核心展品 它是以艺术的视角 带领大家探索洗衣背后的一个非凡科技 你看现在它 你会怎么形容它呢 整一个这个魔方 我们可以站到这边来 这感觉是不是在洗衣机里面洗衣服的感觉 对 这好像就是蓝色的是水 你有get到我们的设计老师他的这个设计理念 是吗 对 因为它其实我们这样面对镜头 它其实是有这个 你看洗衣服 水 洗衣液 感觉它在洗的那个过程 对 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对吧 而且你看它的色调 有这个暖色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暖色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比较蓝色的那些是冷色 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季节的变化 所以整个它魔方里面设计出来的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了以后会不会觉得说 哇 这样的设计还是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太子的一个新媒体艺术展 它各方各面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产品的设计理念 我们的功效通过一种新媒体的手段 或者说通过一种 这个别样的一个设计把它展现出来 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一定要推荐大家来打卡的 是不是 那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 你刚刚像在拍宣传片 我们现在 我们面对镜头 给大家截截图好不好 就是现在 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个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打卡 你会摆一个什么样的pose 好不好 来我们转身面向镜头 摆个pose 对 对 来我数321 我数321 来我们所有的奇异果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 可以准备好截图了 马上我们的诚意哥哥将会 对 摆一个pose 对这边对不对 好来准备好 321 哇 好棒啊这个 来我们如果再换一个呢 来321 很阳光的感觉 好 这是我们的陈毅 在我们的剧情魔方面前 打卡的一个动作照片 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11号是我们的公众开放日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 新媒体艺术展当中 来打卡好不好 打卡 然后我们的这个 呃 陈毅的同款的pose 同款的打卡地 大家都可以来同款get 好不好 好 这里呢我要来跟大家说一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陈毅小哥哥的独家签名 拍立得的照片福利 再和大家来画一画重点啊 今天的直播间当中 有超多的产品福利 刚才给大家展示过的 我们的神医小哥哥 刚刚出炉的这个照片啊 拍立得上面还有一个签名 怎么可以拿到它呢 我们的太子二合一 深层捷径洗衣凝珠 21颗两盒装 一套秒杀价99块9元 下单两套 领券想85折 第二套0元 比较喜欢用洗衣液的各位朋友 记得也可以选择太子全校洗衣液 超值套装16斤 也就是4瓶2000克的洗衣液 一套秒杀价是127元 买两套打5折 下单之后各位 晒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带我们的两个话题 哪两个话题呢 一个是一如本色一起出色 一个是诚意为他过25岁生日 这两个话题晒出 含京东含水印订单截图 发微博 并且按照我们的太子官方微博 我们还将抽取五位粉丝赠送 诚意亲笔签名的拍立得照片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 一定要带两个话题 然后含京东含水印的订单截图 然后按照我们的太子官方微博 好吗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要一步到这边走了 好 我们再继续走好不好 我们带大家一起今天来打卡的是 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太子 一个新媒体艺术展 11号 会有一个公众开放日 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空间当中 一起来看一看 刚才我们打卡的所有的地方 包括这个魔方 包括我们的时光隧道 包括刚才我们的魔法试验区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这里 我们也请陈奕走进去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太子的产品展示区 你看所有的这些洗衣机当中 还有我们的太子产品 你能不能找到今天我们的主打产品 太子二合一深层捷径洗衣凝珠 在哪里 深层捷径洗衣凝珠在哪里 这个 这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 我们的二合一洗衣凝珠 它的关键就在于它的3D护色因子 它能够有效的防止深浅衣物 比如说不同颜色的衣物 然后放在一起洗 它可以帮你互相串色 把这一点给它完全的防止掉 对 防串色尤其是在秋冬季节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我们的秋冬大部分衣服是需要干洗的 如果用洗衣机洗 其实就很容易串色或者说洗不干净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产品区当中 我们就给大家展示了 我们很多很多太子的产品 而且你看到还有一些产品是 可能很多大家都没有见过的产品 对吧 这些产品就是 你知道我们马上要新上市的 是 这些我们的专业养护的 全校的一个洗衣液 对 这是我们的专业太子 互衣如新的太子全新专业养护高端洗衣液产品 我们也期待它赶紧跟我们正式的见面 好不好 好 那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奇异果 今天成衣给我们安利的这个秋冬托懒神器 就是刚刚我们展示的这个太子二合一深层捷径 洗衣宁珠 21颗两盒装 那么一套秒杀价是99块9元 下单两套领券想85折 第二套0元 下单之后记得带上两个话题 一个是一如本色一起出色 还有一个是成衣为他过25岁生日 这两个话题晒出含京东含水印订单截图 发微博并且在我们的太子官方微博 我们还将抽取五位粉丝送出 成衣亲笔签名的拍立得照片 所以赶紧来晒单 接下来想要福利的我们的各位奇异果们 我们要来给大家送福利了 现在赶紧在弹幕当中继续来发送 太子25岁生日快乐 就321 对等一下我们等大家刷起来 太子25岁生日快乐好不好 来 朋友在说以付款成衣支持你 我们都感受到了 很多朋友都在说 现在赶紧来刷太子25岁生日快乐 马上由我们的成衣来喊321 然后我来截图 这一轮我们还会抽取五位奇异果 我来送出成衣同款太子二合一深层洁净洗衣凝珠 好吗 好 看到大家已经刷得差不多了 来 你准备好了就数321 我来截图 321 好 我来截图 来看一下这一轮抽到的五位朋友 成衣Jacky 第一位是成衣Jacky 第二位是JD 尾号是SNA 尾号是SNA 第三位是JD 尾号是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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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三位是JD 尾号是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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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刚才是四位 还有一位 我们请成衣再来数一下321 好不好 来 321 好 来 你再看一下这位是 这个名字真的 成衣是宝贝是唯一 他的名字叫 我今天他会剪了 你看他这个 成衣是宝贝是唯一 对不对 好 成衣已经看见了 成衣是宝贝是唯一 OK 这是这一轮我们结出的五位朋友 当然千万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 邀请他们一起来看 包括为我们点小星星点赞 因为在稍后的时间 还有成衣的限量桌边大礼包 我们也要抽给大家好不好 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打卡任务 最后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去到的是我们的Tite House 这个地方 我们往这边走好不好 来 大家其实知道啊 我们今天反复的给大家去安利了太子强大的这个 护色防串色的功效 我们走到这边来 你看 现在这些桌子上已经放了很多很多 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科学试验的一个道具 你看这个地方有我们的产品有道具 但是我现在要邀请你走到我们的那张桌子前面 那张 对那张桌子 对这张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张桌子上面你看 现在有三件衣服 这一件 是新衣服 纯棉的 对 这个 料子都摸出来了是吧 这是新衣服 然后呢 其他这两件 有一件是用我们的太子洗液洗过四十轮的一件衣服 另外一件呢 是用我们的国家标准洗液洗过四十轮的衣服 你能不能够认得出来哪一个是用太子洗液洗的 这是新衣服 这是新衣服 这个 这是新衣服 就是 是哪个是用太子洗出来的 对 刚才我们说 哦那肯定是这个 因为它 嗯 这个好像是 这个是这个是四十轮就是洗了四十次 对洗了四十次 你看这个是新衣服 它其实是给你有一个参照 嗯 就是 它是新衣服 不能选它啊 对 然后呢 其他这两件 你要在这两件里面做选择 有一件是我们太子洗过四十轮的 你想太子是护色防串色 也就是它颜色是肯定不会改变的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没什么太大区别 这两个没什么太大区别 没什么太大区别 这个好 这个就是那个 颜色啊 有点退了 对吧 这个整体那个毛了 有点白了 而且是 OK 这肯定就是 不行的 那我们看一下 对 跟新衣服没差多少的 这是国家标准洗衣液洗过四十轮的这件衣服 其实我们看到 它其实有一些褪色的 但是 就像陈宇说的 这一件 可以打开 确实可以打开 这是我们太子洗衣液洗过四十轮的这件衣服 对 我们可以把它举起来跟新衣服对比一下 真的没有 是 它是我们真的用太子洗衣液去洗过四十轮的衣服 你看 两个对比它的颜色 其实护色防串色 它是做的非常棒的 对不对 好 谢谢 你应该把这个也举一下 把这个 我把这个也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大家都看一下 是吧 是不是 你看很明显的能够看见到 用太子洗过四十轮的衣服 可其实你跟新衣服的颜色差不了多少 对吧 基本上是没差 但是这个用其他国家标准的洗衣液洗过的这个衣服 它其实是褪色很多的 甚至有点褪白的 对不对 好 好 这是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了它之间的差异 那么我们的太子洗衣液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功效 它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黑科技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保洁高级科学家张颖女士上场为我们来实验讲解太子护色防串色背后的功效原理 我们也请陈毅一步到我们的实验区 来有请 你好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那跟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张颖来自保洁研发中心 今天呢我将带大家眼见为实的来看一下太子二合一这款凝珠在护色防穿色方面的优异表现 我们也请陈毅加入到我们的科学家的这个试验当中 我们一起来完成好不好 我们的科学家老师就跟我们的陈毅讲该怎么做 我们一起把它完成 好 好非常开心那陈毅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实验 首先呢我们面前有两个小砖杯来模拟一个消费者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个洗衣服的环境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洗衣机来看待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里边有相同体积的水都是200毫升我们已经煎好了 这边呢是太子的洗衣机 请陈毅帮我放一颗太子的凝珠进来 好 然后放到我们太子的洗衣机里边 好直接放进去就可以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我将同样的加入我们的国家标准洗衣 进行一个对比实验 老师是不是就是刚才洗这件衣服的那个国家标准洗衣 是的 然后洗它的 对 太文定了 笑得会不会太大型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对 进行一个 现在呢要把它们进行一个溶解的过程 那请陈毅跟我一起来按下洗衣机的开关 好吗 就是这个可以把它拿来 嗯 好 就按它对不对 一二一 好 好 好 那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在等待溶解的过程中呢 我也给大家讲解一下 嗯 我们太子的这个二合一席凝珠 它的这个膜 对您可以看到是非常透明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是美国进口的一个超薄高分子膜 嗯 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它也解释了就是我们在洗衣服用这个凝珠的时候 是不用去打开它 不用剪开 不用做任何的处理 直接把它扔进去就可以 对不对 只需要把它扔进洗衣机 放入我们要洗的衣物就可以了 其实刚才我们这个就是在模拟放洗衣机 就是这个东西直接放进去 对的 直接扔进去 直接扔进去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剪开 或者把这个东西挤出来这些预操作 是的 因为这个膜呢 它在干的状态下是抗压性很强的 你这样去捏它 都没什么感觉 都没有问题 就在干燥的情况下 对 然而它的这个膜的设计呢 就是你一旦跟水结合了 遇到了水 它就会很快地溶解 释放出里边的洗涤成分 嗯 而且我看我们的这个奇异果 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当中刷 就是他们有提到它的特性是 它是有一股清香的 嗯 对不对 是的 有味道 对 而且闻着很舒服 吸太猛了 就是它是有一种 很舒服的味道在当中的 我们如果买过用过的 我们的奇果肯定都知道 对不对 非常方便的 有些符合中国消费者喜好的香 香料分子进去的 所以洗完之后呢 你的衣服上是非常清香的一个状态 嗯 那同时我也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看为什么我们是一个两腔的设计 它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好看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在里边的 嗯 当我们把分腔之后呢 就可以把一些容易发生反应的东西给隔离开来 嗯 然后最大程度的保留里边有效成分 让它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嗯 特别讲究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嗯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凝珠呢 是已经溶解的差不多了 嗯 就是没有了 这个好像泡沫成功了 对 您发现了另外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可聪明啊 是一个第一泡的配方 嗯 第一泡就会带来一瓢的功效 对 这也是我们产品的另外一个优点 哦 第一泡 第一泡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关下 这很 嗯 OK 按一下它就可以关一下 对它已经溶解了 嗯 好 我来帮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啊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挑战 嗯 大家可以看这个蓝色的溶液 嗯 重新可以 这是我们一个染料的溶液 蓝色的染料 嗯 我们接下来呢 将把它直接加到两个洗衣机中去 嗯 好 哎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在做科学实验的感觉 科学实验啊 5毫升 嗯 就是加的量也是一样的 对加的量也是一样的 保证实验的公平性嘛 嗯 等于就染上了 嗯 大家可以想一下哈 嗯 如果我们的衣服在这种已经变蓝的溶液中去洗 嗯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它这个下不去 你看 这个下去 嗯 所以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搅拌 让它溶解均匀一下 好 非常快的一个过程 嗯 大概就几秒钟 让这个 让这个蓝色染料的均匀分布在我们的溶液之中 嗯 嗯 好的 刚才陈毅有发现说这个染料进去以后好像太字这边好像整个都下去了 对吧 嗯 它刚刚就自己就掉下去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一直掉不下去 是 那 看到我们的染溶液器已经变蓝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两件小衣服 陈毅可以帮我 好来 来拿一下 这个呢就是模拟我们一起洗涤的浅色衣物 我们会把它直接丢在这个蓝色的溶液中 嗯 进行一个快速的洗涤 等于这就是我们平时的衣服对吧 对 模拟我们平时的衣服 这就是我们平时的衣服 我们把它变小了一点 那现在可以丢进去了吗 可以丢进去了 来吧 好 我们一起放进去 好 还需要您帮忙把它往下 往下 就是摁到里面的溶液中 让它沉下去 让它沉下去 充分的接触到我们的溶液 嗯 好的 陈毅做实验的样子 好像上课的时候 非常的 做前排的学生 嗯 好学生 好 那再请陈毅帮我一起 开关按一下 开关 嗯 按一下开关 1 2 3 我们开始计时 嗯 我们这边有个计时器 好 将进行一个非常快速的行议 这个是多 有多快速呢 嗯 45秒的时间 45秒的时间 就可以见证我们的实验结果 嗯 嗯 所以陈毅这45秒的时间 挺快 挺快 转瞬即逝 你看我们再大概说三句话 就到了这个时间 那我也想问一下陈毅 平时有没有就是衣服混洗 发生串色这种情况呢 有没有遇到过 太多次了 太多次了 嗯 比如说洗用那个衣服洗好了 这 这这这全部 全部转在一块了 那全部转在一块了 那那当时肯定是没有 还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产品 特别心疼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特别喜欢的衣服 有时候特别喜欢的衣服 对 再也不能穿了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 而且就是有时 穿完之后那特别缩水了 哎缩水的还有 对对 就是觉得说呀再穿也不能穿了 对 再去买一件呢又嗨 就就 读大学嘛 大家都懂 对对对 好 那有了我们这个产品呢 就不用担心 现在请诚意帮我 把太字的产品加出来 这两块布片 加到我们面前的 漂洗水盒里边 嗯 你帮我一起 我来漂国标 你来帮我一起漂 就是给他这样漂一漂漂一漂 漂一漂啊 对然后还有粉色的 嗯 好细心 诚意在认真的完成洗衣机的各个工序 但是你看 他这个好多泡沫 我这个一个泡沫都没有 低泡啊 低泡一漂 是吗 他不只是低泡 他一泡都没有 你看 对他的功能 真的 他不是低泡 他一泡都没有 你自己看老师 是的 太子要给你加鸡腿 不是 这实话实说 对他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新功能 对吧 都不是低泡 对 这是无泡 无泡对真的无泡 好的 一泡都没有 嗯 好我们把它放上来 我们可以把它放上来了 我来吧 他还进行了一个甩杆 挺好 挺有意思 谢谢 我来吧啊 那结果其实显而易见 诚意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不是显而易见 太明显了 诚意把严谨的科学家搞得笑场 你真是 就 很棒 就是太明显了 就是超棒 嗯 就是太子的这个二合一席凝珠 在护色防穿色方面的表现 就是这么的牛 是 其实这个肉眼可见 我觉得不用多加解释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黑科技它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这个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凝珠 它里边添加了一个核心成分 叫做智能3D防穿色因子 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嗯 就是大家知道 洗串色是因为有衣服掉色了 对不对 嗯 掉色的情况是会发生在 我们衣服上的染料 随着洗涤的过程 它跑到水里边了 嗯 它在水里边很活跃 它就会到我们的粉色 或者白色的衣服上 嗯 那我们添加的这个3D防穿色因子呢 它就像一个小网一样 可以把掉到水中的 对 对把它抓起来 把它抓起来 抓起来 这样呢就很好的保护了这个染料 防止它再次去沾染到我们一起洗涤的浅色衣服上面 这也是为什么它有这么牛的防穿色的一个表现 这个真的挺厉害 是是是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真的是 哦 大开眼界 对大开眼界 包括刚才在我们的弹幕当 我看有奇异果说了 说这个被太字圈粉了 这堂课我觉得上的太值得了 老师我可以喊下课了吗 好 来 您来喊 下课起立 好 老师再见 谢谢谢谢 谢谢可以加入分享 其实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我们的太字凝珠的功效和高科技 学习到了 真的学习到了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太字 好 谢谢 您可以先休息一下 谢谢 哇今天这堂我觉得这个实验课啊 我们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那现在我就想问一问陈毅 刚才我们做了所有的这些之后啊 能不能来跟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当中的所有朋友一起来说一说 这个洗衣凝珠刚才我们总结一下 它应该怎么去使用呢 就是很简单 嗯 把这个洗凝珠扔进去洗衣机里面 对 第二个步骤就是把脏衣服扔进去 第三个步骤就把洗衣机一关 哦 那个这个启动按钮一按 哦 就很方便啊 你刚才扔洗衣机的时候感觉又使用了三分公里 就是这个很方便 很方便 你看这个这个这么扔进去 而且 而且要跟大家说的 扔进去 没事 没事 我来我来 不能浪费这个 还是拿 拿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啊 它很方便的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很多朋友在弹幕当中也学习到了 这个凝珠它是不用去做什么剪开啊 不用去做什么事先的一些处理的 直接扔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席衣宁珠 那我想问一问你 可不可以现在这么好用的席衣宁珠 拿着它进行一个时尚 一个一个一个拍大片的感觉 一个三连拍 可不可以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就要拍就拿这个拍死 就拿这个做三个pose 我们也请我们的各位奇异果在直播间当中 准备好要来截图了好不好 来 对着哪里 对着这个机位 好 这个机位来 准备好 三二一第一个走 好 来第二个就是发送爱心的感觉 来 第二个 要用两个 好 三二一 三二一 哇 好可爱 我的天啊 大家赶紧截图 来第三个 阳光又帅气 这是刚才我们的陈毅用我们的这个席衣宁珠 给大家来的这个时尚三连拍 那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来到的就是 陈毅和奇异果我们的这个专属的时间了 嗯 接下来我要问奇异果我们喜欢陈毅的哪一面 大家肯定说喜欢陈毅的美面 对吧 嗯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不同的本色 那么我们先来解密陈毅的哪个本色呢 我们第一个互动游戏就是关键词造句 我会给出关键词 关键词已经在我们的题版当中 你看 有这么多的关键词 有这么多的关键词 那么请你根据这些关键词 来花式的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态词 就用上这些关键词 我不要求全用 但是尽可能用的多 有太字 凝珠 衣服 成艺 奇异果 洗衣液 洗衣机 艺科 本色不改 入果不亏 颜色和多彩 就这些造一个句 对 你挑选当中的词造一个句 用的尽可能多 那有什么奖励 有什么奖励 还是 你不刚刚是惩罚吗 对 惩罚有什么奖励 你让我想想 如果你 你先造好不好 我先造好了 你先造 好好好 先造 你先造 造造 对 成艺 奇异果 成艺的奇异果 成艺奇异果 的 洗衣机 绝对本色不改 一颗太字 就让你 入骨不亏 哇 颜色 就像奇异果一样 多姿多彩 哇 好棒 这个觉得很棒 而且我觉得你看他这样绕一圈绕一圈还都能绕回来 对不对 奇异果奖励 太棒了 奇异果奖励 来来来来来 你看 奇异果都是要给奖励的 大家都在说厉害好不好 要给奇异果奖励 我要给奇异果奖励 那我看一下现在是可以给大家来抽福利了吗 我马上要给大家来抽福利 我们要给大家来准备好的就是你的这个限量周边 马上抽给大家好不好 把这个作为福利来送给大家 OK吗 刚才特别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个方巾 我们再拿过来给我们直播间当中各位奇异果看一看 这个方巾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要抽给大家的 一共是十份 这是给我们的奇异果的奖励 好 来请坐 我们站了这么久 坐一会儿 然后呢我们要揭晓你的第二个本色面了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各位奇异果非常期待的 也是你非常擅长的 我觉得就是唱歌 包括 这个椅子好像一直往前跳 OK吗 这个可以 好 那这个琉璃里面的插曲 手其实也是你唱的 对不对 那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两个关键词 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唱歌游戏 接下来我会给你规定一道题目 比如说接下来你要唱的这些歌当中一定要带有颜色 比如说黄色红色蓝色绿色等等 今天怎么全都是游戏 对 全都是这个颜色在当中你要把它唱出来 然后呢我手上有这样一个关键词 我们来老师给特写 我们给各位在直播间当中的奇异果看一看 如果说一会儿诚意唱到了这一个关键词 如果说一会儿诚意唱到了这个关键词 那么他就赢了这一轮游戏 我忘了直播手机在那儿 这绿色 这不是看到了吗 行吧行吧 这一轮我的鸡腿要被扣掉了 不是你手机放在这我看到了 我是为了让你看一下大家的评论 那行吧那就这样吧 我现在也不能考演技说你当没看见是吧 重步回归之下那这样吧 你就直接唱一首带绿色的歌好不好 绿色绿色的歌 就中间带有绿色的歌 能想起来吗 如果想不想 我们现在我知道了 知道了啊 那我数三二一准备开始好不好 来三二一 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 绿光在哪里 好听哎 哇你听唱好好听啊 绿光嘛 是绿光 绿色嘛绿在里面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 老师那个镜头一会儿撤的早一点哈 不要让他再看 哎弹幕里面说 看到还说出来是很实诚 哎来啊老师 接下来的这一道题目 你要唱的是带有动物的歌 嗯 还在看 哈哈哈 这自然反应 是是是 你要唱的是带有动物的歌 然后呢 你要唱到的是这个词 带有这一个词的元素 来老师特写 我这个是真的不看啊 啊不看不看 老师这个特写 OK 唱到了两轮都赢了之后 我们就要来给大家送福利了啊 来 就是唱动物啊 对动物 什么动物都行 都行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老虎是吧 老虎是过不去了 你还唱过五只 哈哈 五只小女是吧 对对对对 你现在在现场 那个是不能怪我突然换题了 哈哈哈哈 所以刚刚唱的是两只老虎 来第二句要唱第二首要唱的是 鸟也唱过了 老虎也唱过了 鸟是刚才是唱过了吗 你刚刚不是唱过 那是我唱的 那你唱才算 那鸟算吗 这里面有吗 嗯 你说是我刚刚举的关键词吗 嗯 那我告诉你我死不死死啊 哈哈哈哈 前一题给你看见了 这一题我自己告诉你 你还 他问我耶 他认知的问我 玩不过问题了 所以你要试一下这首歌吗 当然了 当然了 这游戏踹着来啊 游戏真的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是吧 真的蛮好玩的 想起了刚刚当然的游戏突然笑场 哈哈哈哈 好来 那准备好你要不要唱一下 唱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哦 哦 哦 后面后面 要还要再唱一句 那是有有对了吗 有鸟吗 你唱你再唱一句我就告诉你 想听你飙一下高音 怎么飞你要飞呀飞得高 哦 你看人家飞不高 你飞得高 你看看 嗯 诚意哥哥就是与众不同的呀 是不是 来 恭喜你回答正确 哦 鸟类 其实是因为你在流里里面演 我就演个鸟 哈哈哈哈 你演的是丝凤 你 真是的 丝凤是是鸟 凤 凤 好 好 这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所以这两个都唱对了 那这一轮我服 接下来我们成一个就刚才我们说到给大家发福利了 现在赶紧来弹幕里面发送太子25岁生日快乐 一会儿还是由我们的成一来喊321好不好 还是由我们的成一来喊321 然后我们会送出成一限量周边大礼包一份 一共要送五位我们的奇果 这是太子和成一哥哥为大家争取他的福利 赶紧刷起来 来 好 我们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刷起来 OK 好 我们看一下OK 大家都刷起来了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镜头 你准备好了就喊321 来 321 走 OK 我们来展示一下 还是四位 这位是WD尾号是LX 然后第二位是JD尾号是LQS 然后第三位是是尾号是拉 然后第四位是卢州有个人 卢州有个人 这是前四位朋友 那么还差一位 我们再解一次好不好 来 321 走 OK 这一张的第一位是JD尾号是49A JD尾号是49A JD49A 对 恭喜你 恭喜我们这五位朋友 拿到了我们这一轮成一的周边限量大礼包 当然我们所有的这个获奖的这个名单 都会在后续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太子的官方微博当中 会来公布给大家 所以一定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包括赶紧来私信我们的微博 带上你的ID截图 来领取你的奖品 OK 好 那么第三个本色解谜 我们要回到演技的话题上了 我们说成一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 他也说自己在坚持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的去做好所有的自己的这个角色 去塑造好 包括对未来的一些憧憬 对未来自己的一些期许 那么剧抛脸这个说法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的 接下来我们有个本色小剧场的一个挑战 这个本色小剧场的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太子的微博当中 跟大家其实有发起过一个剧本的一个 未成一写剧本这样一个活动 那很多我们的奇谜果都踊跃参加了 今天我们翻牌三个剧本 请你来现场演绎 或者说来分享你看到这个剧本的感受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第一个就要演了 我演吗 对 就是接下来你看 这是我们奇谜果写的所有的这个剧本 那这一段红字一会儿我再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这就是都是他们写的 对都是他们写的 然后呢最后这句红字的时候 我读的时候你要跟着我一起来把这句演出来 你看一下这一句你要把它演出来 嗯 好不好 然后说到这句这八个字的时候 我来说你可以做口琴 你还对口琴 好 好不好 OK吗 到这句我会提醒你 好不好 来 嗯 今年太太终于迎来了自己25周岁的生日 正当太太的朋友为她庆祝生日的时候 诚意惊喜空降 我整个有个戏剧感 她身着一袭白色西服套装 内搭橙色T恤优雅俊逸魅力十足 原来她这一次带着神秘任务而来 突然灯光昏暗 掉落下各种脏东西和细菌 挥舞着脏手向在场的小伙伴身上席去 大家都好紧张不知所措 此刻春风吹过承意的刘海 承意邪媚一笑 从口袋中拿出一颗 太子深层洁净洗衣凝珠 丢在了水杯当中 一瞬间冒出了很多橙色的泡泡骑士 飞舞在空中 把脏东西一一消灭了 大家的衣服也焕然一新 彩衣亮丽 所有人都为这场橙色风暴而惊叹 所有的目光都锁在了承意的身上 掌声响起 对她说 准备好眼 谢谢你保护了我们 你就是超级英雄 诚意也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手里拿着洗衣凝珠说 衣如本色 一起出色 做出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好嘞 结束这个剧本 这条过 这条过 来 真的我们都不知道 也没有彩排过 我们完全没对过这一趴 对 对 我觉得对口型的还蛮逆 我给你的配音 挺好 谢谢 来 第二个 你刚才化身了超级英雄 守护了我们的本色 我们来看第二个 诚意穿着花衬衫 空降太子25周年生日拍对 A party 这一次呢 诚意化身超级英雄 他掏出洗衣凝珠 使出黎泽宫经典剑法 将巫字怪物降服 怎料巫字还有偷袭 说时迟那时快 九皇叔拿起了 涂抹了太子洗衣凝珠的弯弓 射向巫子怪物 巫子怪物溃不成军 仓皇而逃 这时炎炎子来了很欣慰 特赐太子洗衣凝珠 杰出贡献奖 梦醒 傅云身锈着衣服上淡淡的太子香味 不禁感叹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超级英雄诚意 收起秘密武器 太子洗衣凝珠 在对抗污渍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怎么样 对这一段军人的评价 太有才华了 还可以吗 太有才华了 把你的角色都串 把我的角色全部都串起来 对 这个很棒 那接下来我跟你说 大家不仅会写 还有我们的第三个剧本 而且非常的用心 帮我这个角色 我觉得都是 真的是特别用心 写得特别好 对 除了写之外 我们还有其一果是用画的 你看手上的这一个 你可以自己拿着看一下这个 你看 一张一张一张 它其实是一个剧本的 连环画的感觉 我为你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今年太太终于迎来了 自己25周岁的生日 正当太太的朋友们 为她庆祝生日的时候 陈毅穿着白色西装 并且变身 换上了大厨套装 一个双鸭 空降太太25周年生日Patty 原来这一次 陈毅带着神秘任务 化身为大厨 为大家烹制很多的美味佳肴 这时候 一个小伙伴 不小心弄脏了 另一个小伙伴的衣服 一时间这个气氛 十分的尴尬和沉闷 陈毅看了以后笑了笑 她透出 太字二合一深层捷进洗衣明珠 并且将脏衣服 放进洗衣机之后 马上亮丽如新 非常洁净 什么污渍也看不见了 衣服干净了 事情完美解决 小伙伴们都开心的笑了 于是 太太的生日Patty 在大家的欢声笑语当中进行了 这是 你看最后是全剧中 怎么样 这幅画 这是 她就是刚才自己写的剧本 然后还把所有的剧本画了出来 这是她亲手画的 然后我们把它打印下来的 哦 粉丝画的 对啊 奇异果画的 刚刚画的 不是 就是我们之前的微博上有一个 跟大家来说 魏诚毅写剧本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刚才几个剧本 都是大家视线 就发给我们的 然后还有一位奇异果是 写了 除了写之外 她还画了这幅画 然后我们就把这幅画打印下来 今天拿到了现场 想想给你看一看 这所有都是我们的奇异果做的 这幅画给她做的 怎么样 现在心里的感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挺像我的感情 这等于是本人盖章认证的 是不是 画的挺像你的 但是我想问一问 大厨 这个角色好像你没有尝试过 没有 会想尝试它吗 那肯定以后有机会 一点去尝试 都想尝试一下 对不对 这个 谢谢你们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刚看到了大家问你 其实也都做了很多 然后呢 你也一直在用你的努力和你的作品 来告诉大家 你一直在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想问问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奇异果说的 其实就是说现在天气也越来越冷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多穿衣服 也要穿秋裤 对 还有就是 我也会更努力 带来更多的作品给你们看 以后呢 还要让果果们和我一起成长 我们一起努力 还是一起变得越来越好 我和太子一起守护大家 是 我觉得这是陪伴的意义 就是我们双向一起变得越来越好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直互相陪伴在成长的路上 对 一起陪伴成长 真的 互相守候 我对他们说的话永远没有变过 永远没有变过 就是这个我们互相陪伴 然后一起成长 我们一起努力 对不对 一起努力 对 好 这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 刚刚我们陈毅说给所有的果果们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显得非常非常的温暖 我们也很期待 你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又一个作品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今天是太子本色生日趴 陈毅也是为太子25周年一起庆生 我们一起走花路 刚刚说跟太子一起来守护大家 那接下来过生日 当然要有生日蛋糕了 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果果们 也可以在弹幕当中刷起来 我们太子25岁生日快乐 然后呢我们拿着这样的一个蛋糕 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我想问问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太子说的 对太子 太子今年是25年了 对不对 那么首先肯定今天能跟太子 亲生25周岁生日快乐 那么觉得自己也非常开心和荣幸 那么也希望太子能一直本色不改 越来越好 也祝太子25岁生日快乐 嗯 还有接下来的30岁 35岁 40岁 永远永远 嗯 其实太子是陪伴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消费者 也助力了我们的家居生活 其实不只是诚意 还有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每一位果果 包括我们其实现场所有人 包括更多更多的朋友 都在这个太子的守护之下 我们有更好的这个衣物的护理 对不对 防色 防串色等等的这些功能 在当中我们的衣服也被守护的越来越好了 那感谢我们这个诚意对我们太子的祝福 那我们这个生日蛋糕一会切了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还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 我们的太子二合一深层捷径席宁珠 再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21颗两盒装 一套秒杀价是99块9 下单两套领券想85折 第二套0元 下单之后记得带上衣如本色一起出色这个话题 还有一个话题是诚意为他过25岁生日 这两个话题晒出含京东含水印订单截图 发微博爱的太子官方微博 我们还将抽取五位我们的果果们 赠送诚意亲笔签名的拍立得照片 这是在今天的直播之前刚刚拍好的 所以记得发微博一定一定要带话题 两个话题 然后发含京东含水印的我们的订单截图 爱的我们的官方太子微博就好了 好 我们说快乐的时光过得很短暂 在我们的诚意小哥哥下班之前 我们要抽出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当中的最后一波 好 好 你刚才说什么 都叫我憨憨 你刚才说什么 都叫我憨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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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好 结 OK 来我们看一下 最后这一轮 OK 刚好结到了一二三四五六 结到六个我们看一下前五位 第一位是枫叶飘飘落满地 嗯 其实蛮多 其实蛮多的 大家都会自己去看 所以今天我们的异彩分成 太子二十五周年派对就此结束了 谢谢诚意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的果果们记得 今天诚意带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媒体艺术展 在十一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公众开放日 大家记得来打卡 最后跟大家说再见晚安我们就结束好不好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